你想不想有一个这样的助手 长得好看 7成24小时工作 不知疲倦 还可以出镜录制各种视频 现在数字人就可以满足 只要一段文本 就可以让他深情并茂地说出来 就像一位真实的主播 让他带货上课做自媒体 甚至唱歌都没有问题 Shadows falling down City comes alive Neon lights they flicker in the midnight sky Woke up with a smile this morning Sunshine was calling me Dancing to a beat that's soaring Feel the rhythm set me free O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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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ome and feel this way Lights a song let's dance and play O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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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unshine every day 今天的视频我将介绍一款这样的软件 让你可以生成属于自己形象的数字人视频 好废话不多说 我们直接开始吧 点击视频下方说明栏里的链接 大家可以进入到AQOR数字人功能的首页 点击这里的开始 我们就进入到了它的编辑界面 首先给大家简单介绍一下这个布局 Media是所有的媒体资料 Avator是所有的数字人形象 你可以通过上传图片或视频 使用自己的数字人形象 也可以直接使用它这里现成的数字人 无论是男性女性黑人白人亚洲人 还是站姿坐姿都有 选择非常多 Audio就是驱动我们数字人开口说话的音频 你可以上传紧文本 也可以是音频文件 甚至是歌词 AQOR这里支持的文本语言还是非常广泛的 包括英语中文日语德语等等 这样对于你去制作多语种的视频进行传播就非常方便了 然后是选择数字人朗读的声音 你可以去训练自己的声音 点击这里的加号上传一段声音的音频文件即可 也可以使用它这里的预制声音 包括男生女生以及不同的语音语调 最下面是音乐库 选择以后可以为你的数字人视频添加伴奏 然后是内置的一些装饰性元素 它们是用来装饰视频画面的 包括sticker emoji icon image四个分类 接下来是text 这里指画面中可以出现的一些文字元素 例如在这个模板里 右上角这里的电话就是用text添加上去的 最后是asset 如果你有任何额外的一些图片音频或视频素材想要添加进去 也可以通过这里操作 直接拖动它们到时间轴上 就可以把素材添加到视频中 通过调整进度条更改素材的显示时间 首先我们想使用A库里面预设的一些数字人形象来制作一个视频 试试看 模板里已经为我们放置好数字人了 如果你想更改 直接点击avatar这里的任何一个数字人就可以切换 然后是选择输出的音频 我随便输入一段英文的文本在下方选择一个预设的声音 比如女声 听下来我最满意的是serena 然后点击播放键就可以生成音频 如果你对它朗读的停顿不是很满意 也可以把鼠标移动到需要停顿的地方 然后点击这个时钟 它就会增加0.5秒的停顿 多加几个停顿会累积 好其他都保持默认选项 点击右上角这个紫色的按钮生成 点击右上角my library 就可以看到所有的生成结果 我们来看看效果 那如果你对预设的声音不是很满意 也可以上传声音进行声音克隆 与此同时呢我们再来试试看不同语言的效果 我这里输入中文选择serum 然后数字人选择一个亚洲人的形象生成看看 每一次困难都是成长的机会 每一段经历都可以成为宝贵的记忆 无论你在追求什么 不要忘记最初的梦想 也不要忘记照顾好自己 接下来我们试试看生成自己的数字人视频 我认为这也是A库一个非常特色并且方便的功能 它和市面上很多需要录制一长段视频 需要有特定表情和动作 甚至花一天才能生成自己的数字人平台不同 只要一小段说话的视频 甚至只是一张照片 就能生成你自己的数字人 在Evator这里 点击上传你自己的数字人照片或视频 需要注意的是 如果你想用的是原模板 建议这里上传的是 去除掉背景的数字人照片或视频 接下来就是声音了 既然我们要生成的是自己的数字人 那我们当然要试试看用自己的声音啦 选择Audio 在这里的My Voice中 点击加号上传你自己的音频文件 你可以在安静的环境下 直接用手机随便录一段话上传就好 A库会根据你的声音 语音语调和特征进行克隆 然后输入文本 好全部设置好以后呢 我们来生成看看效果 每一次困难都是成长的机会 每一段经历都可以成为宝贵的记忆 那有人可能会说 我没有很合适的照片或视频来当做数字人 自己拍起来又觉得挺麻烦的 但是呢我又想用自己的脸 那该怎么办呢 别担心 A库他们自身就有非常强大的换脸功能 这个我在之前的视频里面也有介绍过 所以在数字人这里 如果你既想用自己的脸 又没有合适的素材 就能用换脸来实现 在数字人这里随意选择一个形象 然后在右边编辑轨这里 找到数字人这一轨 点击它 然后这里就有一个换脸的小图标 上传你自己的照片选择即可 我们依然用之前的文本和声音 生成一下视频看看 每一次困难都是成长的机会 每一段经历都可以成为宝贵的记忆 方式三 制作唱歌数字人 之前我给大家介绍过一款超强的 AI音乐生成工具 Suno 它可以文声歌曲 但很多人啊 生成好以后就说 我还想根据这段音频去生成一个视频 或者MV 看起来像是有人把它唱出来 可以吗 而这个需求啊 A酷就可以满足 所以啊 接下来我就给大家分享 如何生成会唱歌的数字人 我们依然选择一个默认的预设形象 然后在Audio中选择Audio Script 在这里我们上传一段 Suno生成的音乐音频 大家需要的话呢 可以改变模板里的背景和默认配置 我为了后续有更多的编辑空间 我就把背景改为绿色 生成绿幕数字人方便抠图 全部完成后 生成即可 我们来看一下效果 那整体来说呢 首先啊 我认为A酷将换脸和数字人两大功能结合 真的方便了很多像我这样既想用自己的形象 又不想单独去拍一个照片或视频的懒人 而且呢 他的数字人嘴型会根据他说的内容进行同步 整体的形态都比较的逼真和生动 输出的画质也是4K电影画质 可以进行二创用在很多地方 除此以外A酷的唱歌数字人 也是解决了现在市面上的数字人无法识别歌声的情况 那A酷对所有新注册的用户都会提供100个免费积分 每生成10秒的视频都会消耗10个积分 不足10秒按10秒计算 那100个积分啊 也是足够大家生成10个10秒的视频了 我建议大家前期如果测试的话呢 可以是短一点的视频看看效果 满意后再购买会员 由于数字人有很多的优点 现阶段已经可以替代一部分的应用场景了 比如他是真正的工作狂 可以7×24小时工作 无限生成视频 这你要是换成真人 连续录几个小时视频 早就不行了 而且数字人不会出错 根据你的文本 他可以一字不差的读出来 但真人录视频嘴条总是不可避免的 这样呢又会加重二次剪辑的任务 我个人认为要数字人想要完全替代真人 暂时呢还是无法做到的 但是现阶段替代一些普通的场景 是降本增效的必然选择 实际上数字人的应用可以是非常广泛的 它几乎可以和任何一个行业结合 接下来我就列举最常见的三大场景 希望给大家一些启发 第一就是在线教育 我们经常看到的在线教育课程 一般都是需要真人老师进行录制的 但是当引入数字人以后 老师们可以把课程脚本写好 让数字人来讲 这样不仅制作效率高 也解放了老师的生产力 让他们可以花更多的时间在课程互动 课后辅导 这类更具创造性的工作上 第二个场景就是电商 现在很多人对于线上和线下购物 最大的差异点就在于 没有导购的详细介绍 而数字人就可以解决这个问题 过去在线上购物 需要看大量的产品参数 介绍文字才能了解产品的具体功能 但是通过数字人 可以像真人导购一样 为客户介绍产品 从而增强客户对产品的认知 提高购买的可能性 第三个场景就是自媒体 大家都知道自媒体 尤其是需要出镜的博主 比如我每天都需要花大量的时间提前准备 那如果我有一个自己的数字人 可以替代自己出镜 就可以节省大量的录制时间 好 这就是今天视频了 快去试试看 做一个自己的数字人吧 我是莫子 带你一起用AI改变生活 赚被动收入